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Adeb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个星期一到的 《罪责居冥想共修班》 这个星期《罪责居冥想共修班》的主题就是 驾驭流动的能量 何谓能量 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每个减化的状态 譬如愤怒是一种能量 堅持是一种能量 或者我们感应力 都是一种的能量 除了有大自然的能量 有火元素、水元素、风元素和土元素 这些元素都是能量的一种 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生活在这个大自然 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 我们少不免都会经常接触 这些能量和元素 当然 我们每一日接触 有机会 就是会被能量影响 譬如我自己的情绪 譬如我不掌握我自己的能量的话 就会被能量驾驭了 如果我们想表现更加好的人生 表现更加好我们自己的价值 我们要学会驾驭能量 如何驾驭能量呢? 能量 这些只是被能量驾驭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运用能量 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盛 或者我们运用能量令到我变得更有价值 运用到生活中 这些就称为驾驭能量 而并不是嘴上说说 疑疑 现在我邀请和大家做一个冥想共受 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坐下或者躺下 微微合上你的双眼 调整你的呼吸 你可以吸气到你的单电的位置 然后闭气 闷闷的呼气 呼七到八成再闭气 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世界的能量 慢慢透过你的呼吸 透过你的皮肤 进入你的身体 当你感受到能量 你的身体可以慢慢放松 你可以感受到 这些能量吸入你的鼻 去到你的气管 去到你的肺部 慢慢退到去丹田 这些能量向四方八面降散 蔓延到去 你的腹部 胸部 臀部 大腿 再蔓延到去 你的肩膊 手臂 雙手 小腿 雙脚 你可以将你的雙手掌心向上 摆在大腿上面 再蔓延到去 你的颈部肌肉 面部肌肉 耳朵 甚至整个头部 当你足够放松 你可以感受到 能量在你的头顶进入 能量在你的头顶进入 你会感受到 头顶百会穴 即是你的顶栗 会发脏 发热 发麻 你的身体 有机会感受到 能量在你的 雙手 凝聚 你有机会感受到 能量的质感 重量 和形态 这些 这些 就是我们放松 之后 进入 我们的冥想状态 降低我们 邻辑思维的 脑电波 提升我们 灵感思维的 脑电波 称为 维打波 当 我们进入状态的时间 等一会 我会发放 天雨的能量 如果你有兴趣 和我Adapt的能量连结 你可以在你的内心里面 密念我Adapt 在这个宇宙的编号 1.7 4.9 7 9 9 9 1.7 4.9 在你的内心里面 密念四次 就可以与我Adapt的能量连结 在这个时间 你连结完成的话 你可以重复 重复做你熟悉的呼吸法 去调节你的呼吸节奏 勤力 给你熟悉的呼吸 你熟悉的呼吸 你熟悉的呼吸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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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